哈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看个特别的地方啊,十分的特别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桥上啊,这个桥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 是在这个,那边是南,是在北海医院,稍微往北走一走 北海医院大桥,一过大桥照有条路,过了那边是大路,就到了 也是几斤打探啊,跟本地人打探了好多才找到的 桌桥的特点,我们看到啊,是个三叉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 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微桥啊,据说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的 当时还有电视台对这个桥进行的特别的报道啊 从平面来说啊,这是一个拱形的,看到没有,看似没有拱 实际上是略微带拱 现在都涨满了这个树叶了啊 然后我们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边是一条小河啊,那边还有一条船横那种家 江南水乡的小河真的很美啊 这只船我在视频里面已经见过了 去年前年的视频,这只船就到这里 现在呢,还在这里,很有意思啊 在这个角度呢,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啊 那边呢,三叉就是这个桥,这个桥的奇特之处在哪呢 中间该有的支撑点却没有啊 这个大胆的设计真的很厉害啊 因为谁敢保证这个桥这样支撑住呢 支撑得住呢 但是维持了多少年呢 我没有查到资料 但这个桥目前呢,是成为一座微桥的 上面写的 真的好神奇啊 这也是我见过最特别最特别的桥 而在整个江苏呢 像这样的桥也是为数不多啊 有看到人说 在江苏的吴江也有 不知道和这个一不一样 这个桥应该算是这里比较特殊的 我们换一个方向来看一下 走到桥的另一边 这是桥的三面 这里水草非常的风貌啊 茂盛吧 这就是桥的右边啊 可以看一下现在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呢被这个植物覆盖了以后呢 很难看得见桥身了 桥身基本上全被遮住了,绿色的 估计到了冬天 这些只被枯萎的时候呢 应该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来航拍一下 从空中看呢 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这个桥呢 曾经也是轰动一时的一座桥啊 是曾毕业于武汉大学水力局的 武工程师而设计的 当时还上过一个报纸啊 所以说呢 这个桥在当地啊 也是十分特殊的 这座桥的便利之处在哪呢哟 而我们再看这边啊 这边仅仅是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啊 非常的不致命 而在这边呢 有很多像这样的小河 所以呢这个桥架在这里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我是没有想明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